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无人探测器洞察号 经过长达6个月的飞行之后 于美东时间周一下午2点54分成功降落在火星上 这次耗费近10亿美元的任务将首次研究火星深处 据美国之音中央报道 东察号以时速1.98万公里进入火星大气层 并迅速减速至时速8公里成功降落 整个过程持续大约6分钟 在火星上降落非常危险 原因是在地球上无法模拟火星条件进行实验 NASA将降落的过程称为恐怖6分钟 整个降落过程由NASA科学家远程操控 成功降落时控制时响起一片欢呼声和掌声 洞察号在登陆火星之后 首先拍摄了火星表面的照片 并计时传回NASA 之后它开始使用长臂收集火星的土壤 并探测火星的地壳运动及温度 洞察号将把收集的信息传回地球 NASA科学家将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 这是NASA首次研究火星内部深处的任务 以便更好地了解火星表面和大气层 为日后让宇航员登上火星做好准备 以上是木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